欢迎来到 爱家好医生 我有个朋友 他在国中的时候 送去加拿大当作小留学生 就去了一年之后 他英文进步不多 但他广东话讲得非常的好 那这个状况其实还蛮有趣的 跟很多的老人家搬去美国 住了大半辈子 英文还是讲不好 中文却还是非常的流利 是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他要学习的 是找到一个认同他 可以让他有归属感的一个团体 所以当我的朋友去到那个地方 一群讲广东话的朋友接纳他 他先学的是广东话 至于老师讲的英文 那是他跟我不同国的 我可以之后再来学就好了 更不要说这些老先生老太太 搬去美国之后 所有他身边所认同的族群 都讲中文 他一点也没有学英文的动机 所以在保罗塔夫的书里面就讲 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自动自发学习的一个个体的话 其实你要记得四个顺序 第一个顺序是地基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要认为他在这个班级 这个团体里面是被接纳被包容 他有归属感之后 他才能够走到第二个 有潜入身的学习 到第三个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然后第四个寻找到他学习的动机 所以未来当我们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 先不要急着只是怪他不专心 或者是都没有努力 先想想是不是 他在这个学习的团体跟环境当中 并没有被接纳 没有归属感呢 哈喽黄医师 我是菲菲的妈妈 她现在是三岁六个月 那因为她好像跟比她同年级的小孩 看起来比较 应该是汗臭好太多 因为她很懒得走路 她都会希望妈妈爸爸抱着 但是实在是抱不动了 所以我非常担心 因为又是女生 长大减肥真的很辛苦 所以可以麻烦你来帮我们家看看吗 常常有人开玩笑说她喝水也会胖 我啊 其实我都好奇就是 你到底喝的是什么水 有吗 你真的喝水就会胖吗 有加东西吗 没有 真的 问题是 这个手摇杯的文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也喝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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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我其实都在喝饮料 甚至我以前住院医师的时候严重到 我就是自己带的水壶 我倒还要比如说 也买一个什么红茶什么 然后就去一定要加点味道 我才会觉得 所以我最近是那三五年胖了大概十公斤 护理站那个大家一定要订的 每天都订 他要买单 他要买单 不信就没朋友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买 好 我们今天要去这个菲菲跟祥祥家 看看他们家的小孩大肢大肢的到底是不是喝饮料造成的呢 对对对对对 好 嗨 蜗姨姐 祷辉美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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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几公斤 二十 他现在几岁 三岁三个月 什么时候你开始担心他这个体态 有点 大概两岁 因为我哥哥的小孩跟他差一个月比他大 但是他完全是 他的衣服是给人家剪的 就是给他大一岁的人 对 然后后来两岁半快三岁 变成他的衣服给我姐姐 大他两岁给他剪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 所以你看了很多书 你自己其实也有想过他吃东西 或者是活动什么嘛 对不对 对 你做了 你觉得哪个地方是你认为最主要的 应该要改变的因素 我自己觉得他的食量并没有很大 因为跟他一样的小孩 其实吃得比他多 就正餐啦 但是他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喜欢喝饮料 可能是因为妈妈 我本身也蛮爱喝饮料这样子 是你买给他的 对 大部分是我 不然就是我妈妈 是长颈 是五百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大肥 最爱的口味是什么 就是红茶拿铁 红茶拿铁 那你是给他的吗 不是 我的 你是红茶拿铁 他就是只能喝冬瓜柠檬 冬瓜柠檬 然后半糖 半糖 你的红茶拿铁咧 有时候半糖喝味糖 那你一个礼拜喝几次 之前在家带小孩的话 一个礼拜大概可以喝五次 一天 差一个礼拜 想说你跟妈妈两个人加起来 帮他买的饮料 大概平均每天都有一杯吗 他有时候还会喝优肉炉跟养肉炉 那种我就有特别酸 就更多了 就更多 对 你以前有爱喝饮料吗 以前没有 没有 是生完第二胎就很疯狂的 是喔 对 很爱喝饮料 好特别的口味改变 对 可能是季节吧 因为生完它是五月 就是要夏天 那天就很喜欢喝饮料 它是快冬天生了就还好 对饮料就没有热衷 因为啊 就来人家家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你的婚纱 这个时候跟现在差了几公斤 大概25差不多 因为在怀姊姊之前 她有怀过一个 但是萎缩 但是那时候就胖了 是 然后还没有瘦 下来就又怀她 是… 但是我生完它其实是没有胖 就是跟我怀孕前是没有胖的 但是因为前面已经胖很多了 但是生完它有胖6公斤 对 她还会不让她 所以真的是生完它 开始喝饮料之后 就一直居高不下 对 你会盯其他家人说 那个姐姐已经有点这个 体态已经有点走终了 我们不要买饮料给她 你会跟其他人盯吗 但是你有跟别人吃过 没有 我以前会跟我妈妈讲说 如果她要喝仰乐多 就买优酪乳 对 四草比仰乐多稍微好一点点 是 小瓶的 对 小瓶的 不是那个 但是是草莓优酪乳 草莓优酪乳 对 不是原味优酪乳 那你有曾经就是想说 你好奇怎么样能够借除这个瓶这样子 就上班就不会了 因为我就在公司那边喝 我被开胖 所以我们也许先从这个方向来讨论一下 就是生完小孩其实也有很多的辛苦跟压力 没错 不想一直喝开水 想喝点味道的东西 对 那叫饮料又最顺最方便 对 不用下去 对 然后又可以满足即刻的这种欲望 对 真的 那可是却又好像不小心就害到小孩了 没错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呢 就是怎么样去 在这样的一个想要吃甜的状况下 又能够比较健康一点 还有我们也要知道 到底微糖是多少糖 少糖是多少糖 还有草莓优酪乳到底热量高不高 我们看一下营养师怎么跟我们说 说老实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喝过这些饮料店的饮料 可是好像也还真没看过 亲眼看过他怎么做 因为通常他们都已经做好 他只是嘉宾不嘉宾 对 所以我就想说 今天应该请婉萍来跟我们示范一下 对 你以前是饮料店店长吗 其实我 没有 我其实真的有在饮料店打工不过 真的 真的 你知道其实我为什么只喝珍珠奶茶 因为第一我很爱奶精的味道 第二是因为当你在饮料店打工完后 你就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只有珍珠奶茶是真的吗 至少它要煮 我没有骗你 真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随便拿一支 就是这个 好 给 你来闻一下 对 这什么味道 然后当初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有些因为我们是毕业食品营养嘛 所以有些朋友会跑去食品厂商去做 柠檬 他说你要想要什么样口味的柠檬 我们都可以调给你 各式各样 对 以前就是说我20年前闻柠檬的时候 味道还有一点点不好闻 但是我想大家闻起来应该都非常的 搞得满手 我才摸一下 这样吧 这是吃的吗 这是吃的 它是精油吗 对 好像精油 好像放在那个灯上 煮一煮出来的味道 现在的那个香味已经是香到你不觉得假了 对 就不是我们大家想象中 比如说芋头 冰沙 所以不是天然的最好 对 不是 都不是天然的 唯独因为我看到珍珠还有植物 对 珍珠是真的吗 它还是真的 但是因为现在有一些珍珠会用到一些抗性淀粉 那它就会 抗性淀粉就是 对不起 是修饰淀粉 修饰淀粉 所以它就会把一些淀粉的一些结构改变 它会比较耐放或是比较Q 然后你先帮我喝一口 我今天做一个就是说 大家想要知道就是说有多甜 因为我们一般饮料不是有全糖半糖七分糖吗 对不对 这是没有糖 对 这是没有糖 这一包糖包有八公克的白色的小方糖在里头 我们就把它倒进去 那这边里头是接近一公升的红茶 好 我们就看这样子的量 我一边搅拌 然后你一边三包 人家飞飞 飞飞妈妈喜欢喝的是冬瓜红 冬瓜 什么 柠檬 冬瓜柠檬 所以柠檬有了 冬瓜呢 冬瓜在这边 这边是冬瓜糖 其实冬瓜糖其实它会需要做一些 在化学上的一些熬煮还有碱的一些变化 不管你今天喝冬瓜糖或是我们像今天这样的做法 基本上它最后都是糖 它还是一个糖的浓缩 所以你刚刚加了多少糖 我刚刚加了八包糖 然后你来喝喝看 所以八包糖是 你认为这八包糖应该出来是什么甜味 全糖还是半糖 大概你们喝喝看 因为每个人对糖分的感觉不同 我现在先喝半糖 等下全糖就换医生了 这还蛮不错的 所以够不够甜 我觉得还半糖 半糖 对 所以半糖 太甜 半糖多一点 其实以我的经验 就是如果这个在南部叫做半糖 八包是半糖 我觉得大概是半糖再多一点点 在北部应该就是有些人已经觉得够甜了 就是每个人对甜的口感 因为南部做菜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都吃甜甜的 所以他们对甜的东西就 忍受值比较高 所以八包大概这样子热量是多少 如果今天八包糖 八包糖放来1000cc是64公克 所以是6.4%的糖分 对 所以500cc应该是32克的糖 对 这12乘以4是128卡吧 半糖一杯500cc大概就是130卡 大概四分之三碗饭 对 差不多 所以全糖的话 如果 全糖就是应该是两倍吧 不过它现在没有加那么多 你现在再加了几包 现在总共是12包对不对 12包 但是因为水量有变少了一点 应该就是这个 应该是全的感觉 就是我喜欢的味道 就是你喜欢的味道 对啦 这个比较一般 就是比较正常的全 而且我必须要承认你的茶还OK 这个茶不错 你这个茶有很特别吗 还是一般的 没有 我只是把它泡浓一点而已 然后喝一下柠檬 好 现在是柠檬的 柠檬红茶 好吗 对 有的这个我觉得应该 大概就是全糖 全糖了 我跟你讲真的是柠檬红茶 因为你真的放柠檬的时候 就不是柠檬红茶味道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 真的 非常酷的 而且刚才那个甜 好像感觉没那么甜了 对 因为被柠檬 这个的甜度 一般在柠檬红茶还会更甜 所以越酸的饮料 甜度就会越高 对 基本上我们都是100cc 就会大概就是要放到一包的糖 就是所谓的全糖 差不多就是八分糖到全糖 100cc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100cc 就会放一包的这样的糖的量 500cc就是五包到六包 可是你想 我们一般人不会拆开一包糖吃进去 可是我们很容易在喝饮料的时候 把它吃进去 这一口就喝掉了 你说这如果是100cc加一包糖 一口就没了 它的代谢是需要很多的B群 来帮助代谢 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饮食里头 你又没有吃糙米 五穀砂量 所以那些B群根本都吃不到 就会变成你这个糖在体内就非常的难代谢 对 所以很多人就会有一些B群的缺乏现象 你看到很多有些人就会容易很累 莫名其妙的累是一种 那再因为小朋友看不出累 但是你会发现小朋友他有可能有口角炎 或是你会发现小朋友有时候他也会有点 你闻他的味道 有时候他快要有一种味道的时候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熬夜的那个味道 熬夜的味道 熬夜的味道 你熬夜的味道 是 你有知道 就是应该说上天火 就是说上火的味道 我应该这样形容 OK 那你还没有加冬瓜 因为他是喜欢冬瓜柠檬 冬瓜柠檬的话就不用这个红茶了 我们就是等于用这个当作基底 就是泡开它 但是其实比例一定也会超过10% 对 这个 这边有一百五十公克 你可能就是加一千两百细细的水 它会有个比例 然后就是泡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煮它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如果你在家用这个煮 对 然后你煮得很浓 对 其实热量也是差不多 应该会比它更多 对 因为它更甜 它真的更甜 对 所以就会变成 为什么我们现在会不建议小孩子 吃这么多的甜的东西 是因为在这个世界卫生署之里头 我们认为就是儿童的疾病有分流行 就是感染性的疾病 传染性的 然后另外是非传染性的 对 那以前卫生环境不好都是感染性 现在几乎就是儿童肥胖的趋力越来越高 是 所以刚刚营养师有提醒到一个 我想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我们在希望减少这些 非传染性的疾病 其实就是有一个肥胖的全球流行 叫做obesity pandemics 就全球流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喝饮料第一个没有饱足感 就是喝水这样子 那你无形当中 你就吃了非常多的热量在 在这个体内这样子 那对你的体重增加是 是会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所以从婉萍刚刚做的 其实这个 我们这样讲好了 如果在家里面用冬瓜专足 跟在外面买到 其实热量是差不多的 那已经 已经没有差了 那如果是草莓油肉乳 像刚刚我们菲菲说 有的时候说这个手摇杯 除非被它看到来不及 不然的话原则上 他们觉得优酪乳比较健康 是吗 相对性 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 小孩子都是选择原味分量 原味的是一包草 然后这个是草莓优酪乳 所以它里头就有 你看大家算一下 为什么差那么多 其实那个味道有酸的部分 你就一定要增加它的甜度 它才会好喝 对 如果下次其实外面有卖那种 我曾经看过 就是外面冬瓜柠檬鹿 然后这种 或者是什么柠檬汁 那个的糖都是超过非常地多 因为只要越酸就会越甜 对 你看到 所以我们通常以为 有柠檬比较健康 对 对 要费多糖 够了 就是这样子 抓到了 因为单纯柠檬根本吃不下去 是 那你看它这个也是很 就是很又酸酸甜甜的 多多也是很多人说 可以比较健康 多多绿茶 对 然后你看它这样也有两包的糖 真的 其实吃糖这件事情 比如说在幼儿园 他把它放在绿豆汤里头 或放在豆浆里头 其实孩子把健康的食物 藉由糖来吃进去OK的 但是如果说放在这种 就是空有热量 可是它没有任何的 营养素 对孩子来讲 其实就是等于它 就只有单纯补充到热量 可是补充到热量有两个方向 有些孩子是 就像刚才医生说 他觉得饮料不会饱 所以他正餐之外 另外再喝含糖饮料 他就会越来越胖 可是另外一种瘦小孩 就很妙 他只要喝了一点点含糖饮料 他等他血糖上升 他就吃饱了 到了正餐他就吃不下东西了 所以会有过瘦或过胖 两种现象都会出现 其实减重计划就是按步骤 执行一定会完成的 那在建议吃便当的时候 先吃蔬菜 再吃蛋白质 最后再吃我们的淀粉 好 那就提供给你参考 希望我们能够当妈一起当得漂亮 我们今天讲 如果今天小孩或大人好了 我也不要讲小孩 基本上因为饮料都是妈妈买给小孩 对 那碰到两个状况 一个就是菲菲妈妈刚刚讲的 她自己受不了 她想喝 所以她就觉得不好意思 给小孩也买一杯 或者是她没有要喝 她不给小孩喝 可是小孩一直吵 我要我要 所以她就选择了一些 其他的替代水的东西 是 就是当欲望来袭的时候 那怎么办 我们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法 让我们能够 里面喝水也觉得还OK 密招 应该是说 当你天天都很想喝 寒糖饮料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先去看一下 它的饮食内容 往往就是这些人的饭都吃很少 对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怕胖 他不敢吃饭 但他可能就很爱 因为你不吃饭 但是你会很容易饿 饿了等一下你就会 身体自来就会告诉你说 主人我现在好虚弱 没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他自来就会想要吃葡萄糖 或是含有甜分的东西 吃饭这是你的绝招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像这种 我们这种偶尔想喝 像我最想喝的时候 就是当我在做研究报告的时候 我教不出我的论文的时候 找不出那个方向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我很想喝饮料 那就算了 人生何苦呢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要看状况 就是看你的频率 我们想要解决的是那种天天喝的人 小孩子其实像我们家就是 给他就是说你去便利商店的 选项有什么呢 反正你就是只有 好 原味优弱乳 牛奶 然后再来就是豆浆或米浆 就大概自己的选项 对 因为我们刚刚在他家的时候 菲菲就这个果然浴火上升 她就说我要喝饮料 我要买的 然后后来她妈妈就说 她叫 说你带她去买个米浆 对 我听了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所以米浆是OK的吗 相对性OK的 因为在六岁之前的孩子 他都会需要就是 大概三正餐两点心或三点心 因为他们的胃很小 需要的热量比较高 你就把它想成就是 他要补充他的热量 对 那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 我记得便利商店还有卖那种 红豆汤 绿豆汤 你只要有一小碗的 那种也是OK的一个选项 如果他只是想要吃甜 你又需要给他一个好的淀粉 那红豆汤 绿豆汤 在便利商店也买得到 就是米浆 绿豆汤 这些有比较扎实的一个淀粉 其实我们现在 世界卫生组织是建议 每一天 就大概有10%的热量 可以来自于糖 我们从小朋友看到我们大人 大概不会误差在多少 就大概2 4 6 最多就是6包到8包 对 那你当然不是 所以我才会说 像我们在做幼儿园点心的时候 我就会建议他 你把一些 就是很健康的东西加点糖 它是可以的 是好的 但是量过多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而且不是含糖饮料 只有说喝 是包含我们吃蛋糕 小朋友吃糖果 吃饼干 或是我们做菜 有没有 或者是我们放蜂蜜水 全部都叫做含糖饮料 对 就是额外的糖 额外的糖 其实你可以把这些糖 做在你的正常的饮食里面 对 那在正餐里面 小朋友觉得这个糖醋怎么很好吃 对 那其实那个糖分反而不会像是一杯 这样子喝下去 来的空热量 因为来的又急又快 然后又全部都吸收殆尽 跟着食物进来的糖 应该它的吸收是稍微 没有那么的直接 也没有那么的快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以前 我们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客户 他大概四十多岁 然后他检查出来就有糖尿病 就是开始这样 那因为其实先有生化数据是血糖膏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会问他饮食内容 我就会问他说 那你喝水 你喝水一天喝多少 他就说他没有喝水 我说那你喝什么 他就说他们家饮料就是 他们家的水全部都是喝这种饮料 因为我看他的资料上面 有写两个小孩 我就说那你家小孩也这样喝 他说对 我跟他说 我跟你讲 虽然糖尿病不代表一定是遗传 但是基因的相关性很高 你现在四十岁就糖尿病 你希望你的孩子不到二十岁就糖尿病吗 好 那营养师刚刚给我们的这个建议是说 好 当欲望来袭的时候 大人可以先从他正餐开始做 你把他正餐的这个食物吃得扎实一点 比较不会想喝 那偶尔偶尔一次放纵自己是没有关系 那如果比较每天需要这个一点甜分的时候 可以跟小孩子一样用米浆 用绿豆汤或其他的方式 甚至把这个糖放在食物里面 让这个小朋友能够吃到一些甜的食物在正餐里面 可能以你们医生的角度而言 如果要减重第一步就是不要喝饮料 如果是要控制欲望 我想一样我同意婉萍的说法就是 我们要处理的是 第一个它真的有肥胖 而且有肥胖的并发症 这个当然是我们最担心的 还有就是它如果真的饮料 天天都要喝 不会建议要喝开水 就是把饮料就要喝开水 你可以用茶叶泡一下 就是我们一般的泡茶 然后你放冷就是冷泡茶 喝起来有点味道 因为没有额外的热量 或是你一开始就习惯喝很甜 你一开始可以加一点点糖为甜 第二个就是我小朋友 基本上就黄医师说的 小朋友吃什么都是大人给 真的 对 所以他吃什么他会炒 他为什么这个小朋友 为什么菲菲他会每天炒着喝饮料 因为他养成喝饮料的习惯 就是习惯其实从小养成 我想菲菲其实年纪很小 他才三岁六个月 健康的习惯越小越容易养成 你等到他12岁青少年 他每天喝饮料到了青少年 你要改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对 那三岁六个月的小朋友 当然就是你可以给他 像刚刚一样是说 你给他选择食物的选择 对 不过以菲菲的状况下 他应该是有在改变 因为你看像妈妈已经规定了 你要喝你就喝米浆或豆浆或什么 那以后就是跟阿嬷讲说 以后买优肉乳就是买 原味的 我觉得这基本上 对菲菲就是个解套 慢慢改变了 我想这些习惯还是要改变 那我补充一下 其实有些东西 是可以给孩子喝的一些 就是代替的饮品 比如说像羊甘菊茶 或是菊花茶 它们是没有咖啡因的 或是麦茶也OK 那有点味道 羊甘菊甜甜的 对 然后再来其实 还有一种叫做甜菊 那个泡起来就是非常的甜 真的 是非常的甜 可是它是天然的甜 不是带糖 所以这个东西也可以加在 你想要放的一些 这个饮品里头 黄医师 小时候胖长大就是胖吗 在学龄前 大概五岁四岁左右 肥胖的孩子很容易 就到青少年时候还是肥胖 所以现在这十几点 可能还觉得 好像还有点遥远 对 但是这是个习惯的问题 要改变个习惯 不是说一天一天一个晚上 几个礼拜就可以接掉的事情 是 要花点时间去做处理 对 所以三岁胖将来就是胖 那这个 那就 当然不是旧 只是说就是几率就特别高 那背后原因可能是 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吗 所有的疾病都一样 遗传跟环境 对 所以其实说实在来 就刚刚一开始黄医师有讲的 就是有些人 喝开水就会胖 没有到那么夸张 可是有些人真的吃少少的 就会胖 像黄医师 我相信他刚刚说他饭吃很多 可是他身还是这么瘦 我们体质是改变不了 是 所以我们就从环境做 对 那肥胖当然对健康 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研究 对健康有非常多不好的影响 不过一般大部分研究是 在小朋友来说 是大概六岁以上 我们比较担心对健康 会有不好的影响 六岁以前其实倒还好 不过就是五岁以后 青少年 这个持续都会一直到承认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讨论 基因真的 就是你会发现 那个家族都比较偏瘦 可是你会发现 比如说这个家族 我们煮什么给他吃 就是久了 他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对 所以环境还是会影响到 那尤其是家庭的教育 真的很重要 有时候在六岁之前的坚持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比如说大学生的肥胖 你就会去问他 他以前就是什么时候胖 如果他只要是国高中生胖 基本上他大学的那个胖 或是他出去以后都很难受 就是尤其像我们女生 有爱漂亮 但是减重很辛苦也很痛苦 这样子 对 就是提醒大家 对 飞飞妈妈 她因为这个有在喂母奶 就觉得说反正我就继续喂母奶 也许我就会瘦 很多妈妈也都知道喂母奶会瘦 可是为什么有些妈妈就真的很瘦 有些妈妈就是为了母奶还是不会瘦 当然我们在讲说一天会消耗五百大卡 对 对不对 其实五百大卡奠定在是你喂了多少奶 如果说有的妈妈她可能 她觉得她奶水量很少 或是她没有真的 没有喂很长的时间 她一天可能只有喂两餐 或是一天只有几两百cc 那个也 那个只有一百多卡而已 一cc大概算0.7大卡左右吧 如果说是双胞胎 我们上次不是四胞胎喂母奶吗 那个妈妈就 很夸张 对 她就可以每天多吃好多东西 因为她消耗很多热量 对 还很瘦 对 没错 对 那所以其实是跟她 就是喂了多少奶有关系 对 所以你吃进去的热量 跟你挤出来的热量 其实还是要做一个平衡 对 那有些妈妈觉得说 她吃很多东西来发奶 其实要让奶水增加的话 要多喂奶 多挤奶 不是吃很多东西 我想请问一下黄医师 我们家弟弟她现在就只有喝母乳 然后也没有像姐姐一样一直喝饮料 可是还是汗超非常好 我想问一下 就跟遗传有关吗 这也是很多常门疹会碰到 就是妈妈说我喂母奶 我什么都没给她吃 我长大只 对 不是说我喂母奶不会变胖吗 我们看看这个飞飞妈妈的困扰 所以也是没有错 弟弟也没喝饮料 也没喝优酪乳 他也是很有分量的 对 他都吃什么 母奶 母奶 你喝母奶 师傅是你 对 他吃的量多吗 100克 100克 那很好 一餐100克 一天吃两次 是 对 他出生就很大只吗 没有 3020 出生3020 然后现在八个月10 1.5 然后中间都是喝母奶 对 我可以看一下 你有母奶 你是亲胃嘛 对不对 对 就是想到就胃 想到就胃这样 那你有 他哭我就会 他跟姐姐比他很迷恋 喝奶这件事 是 对 我可以看一下 你的固醇吗 可以可以可以 冰箱 对冰箱 冰箱打开 这个 除 一定要除 你这个是因为太多了 所以挤出来放的这样 对 因为其实你都是轻味 没有 我睡前会给他喝一餐配方 就是睡前那一餐是 然后我睡觉前我就会挤 好 你有没有没结丁的 有有 我看一下 你好像快要抱不住 叫我帮忙 不用不用 等一下妈妈用 走开 这个是说 这个是水不是吗 那个杯子我看 杯子要吗 对 这个是乳清的这个 所以到底哪个是油 这个才是 那如果这个是脂肪 这个才会爆 然后那是水分 所以应该是这个是油 是 所以白色的是油 对 好像是多耶 我也没什么经验 你待会问一下 有在喂母奶的妈 几个人可以讨论一下 那我们可以吃起了 那个可以 好 你有去记录他的百分比 所以他大概是在 你看他出生的时候还好 两个月的时候50% 四个月的时候就破百了 对 所以大概两个月到四个月的中间 突然间 像吹气球一样 对 你一天用轻味几次 因为他很迷恋喝奶 就是数不清了 对 好的 所以一个健康的宝宝 出生的时候大概不到50% 然后两月到四个月 突然吹气球一样 跑到98% 100% 甚至破表 到底跟喝母奶 有没有关系呢 妈妈的饮食 会不会让母奶的 热量变很高呢 还有母奶里面 到底那个脂肪的成分 跟它的糖分 百分比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艾佳团团怎么说 喂母奶的那个胖 像她现在八个月 八个月 然后十一点多 真的是可以 我其实刚刚在她家厨房 真的是自己乱吹牛 其实我也不晓得 是不是能够看从母奶的脂肪 然后看出这个母奶热量高不高 每个妈妈的母奶热量不一样吗 不一样 而且你不同时间挤出来也不一样 白白那是油 对 真的是油 那我可不可以说A妈妈油特别多 B妈妈油特别少 我就说A妈妈的热量比较高 妈妈的母奶 所以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去比 尤其是那种在保姆家 或者是保姆带好几个孩子 她说这个妈妈的奶营养 这个不营养 这怎么样 其实很伤害 说得也是 对 其实最早那个油脂有时候会 你看起来黏黏稠稠 你就会觉得很营养 然后你看起来稀稀的 就会觉得不营养 但是其实就是我今天 如果我吃橄榄油做菜的人 跟我吃猪油做菜的人 或是我吃很多的起司的人 其实因为那个油脂的 饱和脂肪算不同 对 所以那个油脂就会不同 所以像吃橄榄油的人 他都会比较清清如水的感觉 可是如果你吃很多 花生猪脚牛排 然后起司的人 他的那个油脂就会怎么样 很黏 那就是饱和脂肪 那不代表你的营养很好 闻得出来吗 会不会说我闻一闻 我就说我妈妈你昨天吃猪脚 然后闻一闻 那你家里也会 鱼闻得出来 鱼会有些人会闻得出来 而且有时候冷冻之后 会闻得出来 所以如果吃鱼多的话 那个里头 他们其实真的在台湾 我们有做过研究 就是吃鱼比较多 三天内有吃鱼的话 你的母乳中的DHA 就会增加 增加 然后你如果吃烂的油 就会把那个好的油挤掉 那其实基本上 母奶是个很神奇的食物 其实他们有研究过 第三世纪的国家的妈妈 在喂母奶的时候 它里面的成分是不是真的比 像我们在台湾的 在这个那么 支援风陌地方的母奶 甚至有脂肪上的差异 蛋白质上的差异 碳水红的差异 其实没有的 可以保持一个range 宝宝喝了它比较 稀的奶的状况下 反而它的奶的分泌量 会越来越多 来弥补营养的成分的差距 对 所以这个每个妈妈 她都会因为环境状况 就做做做做调整 这个是母爱 真的很伟大的 对 其实我觉得上天 真的是很奇妙 我们会优先攻击给孩子 对 对 但是有时候就是 当然严重的状况下 对 优先攻击给孩子 但是有可能自己会缺乏 比如说你有今天有吃海鲜 你的乳汁中的矿物质 心比例次然就会增加 所以会跟矿物质 跟维他命会有影响到 是 所以三大 所以我今天学到一课 就是妈妈的母奶 会跟她吃的食物会影响 可是可能三大营养素 影响的比较少 三大营养素只有脂肪 会影响到脂肪酸的比例 对 但是量是一样的 是比例脂肪酸不同 但维他命跟矿物质 跟植化素三种会改变 有改变更大 那因为植化素的不同 所以味道 母奶每一批的味道会不同 那这个呢 就会影响到孩子 未来挑不挑食 因为食物口新症 他会从开始 为母奶开始 他都在熟悉那些的 骨味或任何的味道 孩子对于他的接受度 就会在他自然接受 副食品的时候的 就是 就是耐受性 耐受性就会增加这样子 那意思就是 喂母奶的时候 不能喝饮料 我们上一节 没这样说 其实你知道我自己 非常爱喝珍珠奶茶 但是我真的强烈告诉大家 喂母奶的妈妈 不要喝任何的珍珠奶茶 也不要喝任何的奶精 因为那样的脂肪酸 会造成孩子的脂肪酸的 也会改变 把好的脂肪酸排挤掉了 甚至会对于他们 未来的荷尔蒙方向 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性 所以虽然我爱喝 但是我会鼓励在 就是喂母奶的妈妈 真的不要喝任何的奶精 就算它是没有所谓的 反式脂肪酸的奶精 都不建议这样 依然不是一个天然的状态 对 如果你真的想喝 就用鲜奶茶的奶 这样鲜奶这样子 这种有孩子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的饮食习惯 真的要改变 所以现在我的儿子 跟我女儿 都会先吃一大堆菜 我们才能吃肉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孩子们 所以如果说我的习惯 可能需要一点改进的话 那为了孩子们 就尽量去改吧 很多妈妈在喂母奶的时候 她也许没有 像我们刚刚上一节 那边喝什么一堆饮料 可是她有喝了很多 号称会发奶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 她母奶里面的 刚刚讲的一些营养素呢 坦白说我并不认为 有什么样的发奶食物 对 我也是这样觉得 对 就是均衡的饮食嘛 然后当然汤汤水水 或是鱼汤或是什么样 那个其实 就是可以融入在 一般的生活之中 但是没有特别需要 去买什么样东西 像我曾经遇过妈妈说 她听过像说黑麦汁好了 所以可以发奶 但是她事实上 她并不喜欢这样子的饮品 然后强制自己去喝 其实那个很痛苦 对 没有需要 那如果说就像说 我们在讲花生猪脚 很不喜欢猪脚的人 她去吃这个 真的很不舒服 对 对 然后甚至于还过敏 什么的 那个真的不好 比如说你产后第二周的妈妈 你可以吃比较油脂高 热量高的蛋白质 比如说像我们说的牛腩 或是花生猪脚 这种就会热量高 所以你乳汁自然会来 那什么叫做热量不高呢 我举个例子 我就在月子中心碰过妈妈 就是她乳汁不够多 我就说然后她瘦很多 对 因为她想要减肥 所以她非常喝了很多的汤 但是她不吃饭 所以她热量不够 所以她的乳汁不来 一定是跟着足够的热量 跟足够的水分 这两个会最相关 对 好 那足够的水分 我们就会去看 每公斤体重 就是我会乘上40 因为一般人可能是30到35 我会让她再多一点 那每公斤体重就是 因为生完以后体重会改变 我就以她那个当下的体重 去做建一支 假设我生完以后我是60 好 那我就是60乘以40 就是我要2400cc 好 那你要喝汤啊 黑麦汁啊 或是你想要喝水啊 养生茶 蜜乳茶都没有问题 好 就是看你的状况 就是我还是很喜欢喝甜的东西 你知道如果都是喝无糖豆浆 都是喝牛奶 有时候真的会很烦 你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我愿意 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喝个黑麦汁 但是当然也不要少看哦 黑麦汁我们来数一下 有多少包糖 这一罐八包啊 对 不输给气息啊 对 所以它的热量就全部来自于糖 那我们只能就是说 你可以就是 有时候开心也是一种方法 因为你知道要开心呢 乳汁也才会多多 就是不要再砍脱 再要生家秘乳 只是为了你开心而已 对 就是告诉自己说 我只是让我自己今天放纵一下 但是其实这跟我奶多不多少不到 没有关系 对 那喂母奶的时候 可不可以喝咖啡跟喝茶呢 基本上研究上是可以的 可以的 对 如果说应用美式咖啡来讲的话 研究上大概是750ml 对 可以的意思是不会影响妈妈 还是不会影响小孩 还是都不会 不常讲小孩啊 因为越小的孩子 他的咖啡因代谢 会需要越长的时间 所以基本上当然不是说 研究说750ml 你就真的拿750ml起来灌 所以我们一般就会建议 就是一杯的咖啡嘛 那比如说因为小朋友喝了咖啡因 他其实有可能就会比较躁动 对 有可能睡眠就会比较不睡 那苦的是谁 苦的是家长 对啊 不过研究起来 看起来应该是 就是像刚刚高老师讲的 在统计上是没有差异 对 那也许你家的孩子特别的敏感 对 就看每个孩子 对 那你觉得特别敏感 你的孩子一喝咖啡 你就 他会又睡不着 你就减量减量再减量 对 但是不会有长远的影响 大脑会坏掉 或干嘛 应该是不会 不用那么担心 对 其实轻微的妈妈 她可以早上喝啊 对 对 早上喝 对 还有很多妈妈会问说 那我现在在吃抗生素 或者我在吃一些感冒药 那医生就叫我说 把那个那一批奶挤掉 然后下一批再喝 这是对的吗 你真的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对 很心疼 紧出的那个奶要丢掉 表示这个药在母乳里面 成分量是少之又少 而且对孩子没有任何的影响 对啊 现在有很多的母奶跟药物的研究 越来越多 是 对 而且其实 挡在里面就不会出去 对 而且其实一直支撑我的 我上次就说了嘛 就是你爸说的 还没有确定不能 喂奶之前 继续喂就是最好的选择 说得太 真的 因为像很多的药品 很多妈妈会担心说 我看 我在喂母奶 我可不可以看牙医 我可不可以照X光 当然可以啊 对啊 对 那其实你就想说 抗生素婴儿都可以吃了 对啊 对 那为什么通过母奶都不能吃 没有错 所以母奶里面的量 少之又少 甚至根本不存在 不要自己吓自己 对 那我们最后回到想象了 难道就是 任凭她这样下去吗 还是说你觉得 未来是有希望的 她是纯母奶哦 她没有喝别的东西 早很好啊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可以观察 因为你 你去她家的时候 你不是发现她是 三个月 三四个月长得最快 对不对 其实我在想 另外一个指标 就是六个月之后 它应该是会变满的 因为母奶的成分 在前半年 六个月前跟六个月之后 其实不太一样 前半年的话 所以六个月之后 母奶会变得比较淡 低脂 它其实十一个月了 一天只有吃两百公克的副食品 其实是太少了 还可以再增加 它应该要把母奶下降 然后但是把副食品增加 然后而且要越来越练习 不喝流脂的东西 因为喝流脂很容易会造成未来的肥胖 所以她开始要更练习她的聚焦 让她的聚焦能力会更好 然后吃固体食物越多 才能够让她的体重可以慢慢再往下 对不起 孩子不会往下 就是可以让她比较平稳 平稳的状态 可是我也有碰过有些宝宝 她就是吃副食品吃得很好 奶照喝 对 我觉得他们两个胃 对 奶照喝 所以好像并没有因为副食品增加她的奶 不过研究里头会 因为我们刚才讲说 一天大概要给孩子多少奶 因为轻胃的妈妈你看不出来 如果用平胃的研究来讲 其实有台湾有做一个研究 然后国外也是 它就是说把婴儿胃完之后去撑 那个施大教做的 然后其实结果很有趣 跟国外是很接近的 平均值一天大概是750cc 当然少的孩子大概吃到600 多的有到1000 中间值750 但是她那个研究到六个月以后 开始副食品介入的时候 因为每个孩子接受的数率不一样 所以就会出来 如果说副食品接受度少的孩子 她那个时候的平均奶量就往上跑 就会到800多 可是当她副食品变好了 吃得多的时候 她的需求就变少了 可能到500多下来了 就慢慢下来 那一岁之后可能就更低 副食品吃得好这件事情 我就会再多问 比如说你吃多少 一天吃多少的量 一餐吃多少的量 吃几餐 所以如果你要让她吃得好的 这件事情 大概你到十个月 就应该要开始尝试吃一些 软饭了 就是不要再吃一些 很稀稀水水的流质的东西 这样子才会让她的热量密度高 然后比如说你吃比较干的干饭好了 她才不会饿 不会饿才不会一直喝水的东西 然后因为相对这个时候的乳汁的 营养的热量不够 所以她就会一直喝一直喝 对 但是你要让她是干饭的比例 就是固体的食物的比例 越拉越高才是对的这样子 如果小孩开始吃副食品 吃得很好 所以她的奶就越喝越少 然后可是她不喝水 然后她就便便越来越干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 副食品转换的过程中 有时候大便的这个次数 跟频率它会有改变 短时间内 她可能一个礼拜 三个礼拜内 她这个会有一个不同的变化 看她吃的状况顺不顺 到底她哭有没有哭闹 会不会说这个吃的量 突然变少了 肚子胀起来 甚至说相反的还会有吐的 真的是便便比较多天 更多天的 这都有碰过的 所以主要是要看说 她这个是个急性的问题 还是说她是 她有在发生 好像是阴影的感觉 但是她吃的量OK 我还是副食品还是有这样在加 奶奶还是喝差不多 可是不成比例 奶奶酱了一半 副食品是有水 可是不多 就之前在录的就在讲说 就是要看她的尿量量 所以她很多的尿都还OK 跟平常一样的 没有突然的尿量 还减少一半 那你这个喝水的多寡 主要是我们都被 某一些厂商洗脑 六个月到十个月 要用这种喝水杯 之后变这种喝水杯 之后再变这种喝水杯 然后最后再接杯子 你就要买一系列 有没有 对 然后这个不要 小孩这个也不要 这个也不要 这个也不要 然后喝喝看 我买了两三百块 然后之后她就 很讨厌喝水这个动作 然后你把那些杯子丢了 你给她一个 一般的杯子 就喝不行吗 对 对 对 或是杯子加吸管 吸管一定要那么难吸吗 对 其实可以好一点 就是粗一点的 有什么关系吗 但anyway 这个是衍生出来的话题 所以八个月现在 虽然想象体重这么重 但随着她之后吃副食品 还有母奶本身 在六个月以后的热量 都会渐渐的跟以前不同 都会降低 所以她这个 长胖 长大的趋势 并不会延续的以前 那么快的速度 是会趋缓的 是啊 世界卫生组织 它公布了一个 就是2016年那时候 公布一个婴儿成长的曲线 那其实一岁的孩子 他的标准体重 其实大概是 男生的话在11公斤 他已经到了 对 他已经到了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以台湾人的标准来说 一个一岁会走路的孩子 11公斤 其实是很小之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妈妈说 其实你在六个月前 如果孩子的体重是 正常的上来 其实到一个六个月之后 因为他会慢慢的 长得很慢 所以不用那么担心 所以你有碰过 那个前面六个月超标的 大概就是90% 然后到了一两岁之后 是正常的50% 我女儿啊 她伸出来不到3000 然后满月的时候 她快5公斤 然后三个月的时候8公斤 你看那个比例非常快 对 所以我在她 五个月的时候 我就去做一件事 我就去搜寻台湾 最大尿布到什么尺寸 因为我觉得她这样 一直换下去 后也没有尿布穿 所以我那时候 还去网购一箱 意大利的 一到26 到26公斤的 因为我的计算是 她应该可以 因为你知道吗 她真的跟那个 世界卫生主持的标准差不多 是 一岁10公斤 就是 然后之后就平了 就平了 对啊 那你那一箱还在吗 当然是送人 而且还很难送 对 因为我觉得她很大 很大 稍微补充一点点就是 那个 我们小朋友年纪太小 如果肥胖的话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考虑 鱼波这种情况非常地少见 不到1% 就是它是一些 我们说 症状病 可能是疾病 它是因为生病导致的肥胖 像最有名最有名 大家有听过就是小胖威力 对 其他像是什么 有医学名字 巴兜病症状病 假性负甲状腺低下 这些疾病 或者是什么BWS Bag-weatherman syndrome 这些疾病它除了肥胖以外 它会合并其他的问题 是 外观异常 或者是发展迟环 是 大部分 在两岁以前 小朋友的身高体重 如果 Cross-Person-Tile 这个是很常见的 所以可能前面长得很好 后面慢慢趋环 这个其实是 病床上我们是哪里 会常常看到的 怎么面对小时候胖这件事情 它真的以后就一定 就是说我们不处理它 它真的会一直胖吗 还有那个抽高 它就会瘦下来 这到底是不时的期待 还是真的会发生 这个肥胖的轨迹是很明确的 所以小时候胖 其实长大肥胖的机会就高很多 小时候胖得越严重 非常非常严重肥胖了 超标非常多了 以后肥胖的机会 以后肥胖的机会也是越高 刚刚说那个监测的时间点 是在30 我想大概六岁左右 六岁左右 对 所以一般 我像我平常在内分泌科 在看一般六岁以前的肥胖 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在意 六岁以前的肥胖 就是第一个对健康没有什么证据 说它以后长期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不过六岁以后就有一些研究 它当时虽然胖是很健康 可是好像就会对一些血管内皮 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对 所以我会大概建议抓到五岁到六岁 那五六岁以前第一个没有研究 第二个你要那么小的小朋友说 做什么重量训练 多运动那个也是有点困难 不过就是在青少年确实我们因为一些荷蒙的变化 我们身高长的速度是会变快 当然小时候小朋友那时候吃的食物的量可能会变多 当然你如果吃的超过你的需求 你还是体重还是会持续的增加 可是如果你当时身高体重是增加的 身高长得很快 可是你吃的食量是没有增加那么多的话 对 是会可能你体型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不是那个也要再往后追踪它 因为它有可能青春期的时候 哇 真的瘦了耶 你看吧 它长高了就不胖了 你要再看二十年啊 他搞不好三十岁的时候又胖回去了 对 做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很重要 但是他现在胖未来不胖 但是他的饮食好的习惯是不是有养成 有没有吃对食物 对 就是动漫樱花这件事情是从小开始 不是我们想象中只有大人 胖与瘦是一件事情 但是你的饮食内容吃的对不对又是一件事情 是两个不同的想法这样子 小孩我们去测他的体脂肪吗 因为很多妈妈会说 他那个是肌肉啦 他每天都动来动去 有这个研究其实现在就要在探讨说 现在的家长看孩子体重的时候 问他说 请问你孩子是胖还是瘦 对 大部分都会说他孩子是瘦的 对 或是正常 对 所以这个确实有一个家长的这个偏见 对 如果你看BMI指数有达到一个85% 85%以上的情况 就是一个过重的小朋友 那如果是达到95%以上的话 就是个肥胖的小朋友 那这个就是从客观的角度 同年龄的孩子去比较 100个小朋友去比较 你就是属于 就是你只有赢15个小朋友比你重而已 其他后面都是比你轻的 对 那或是只有5个人比你重 对 其他95个人都比你轻 那我们会有体脂肪的变化 第一个是在青春期 男生和女生不一样 就是女孩子可能臀部啊 或者是胸部就比较多的体脂肪 所以经过青春期以后 他的体脂肪的量就跟男生比较起来 就比较多这样子 那肥胖的定义其实一般是 不正常的脂肪细胞增加 那脂肪细胞要去定义 其实就是要去量体脂肪 不过体脂肪要测量有点困难 所以一般我们大部分就是用 跟脂肪细胞相近的一个预估值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 你从上次用BMI 比较少说去做体脂肪 主要就是因为在青春期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不过也许我们也可以这样想 就是基本上以儿科的角度 学龄前的孩子要一个小时 跑跑跳跳不拘束的跑跳时间 加上半小时是有 我们叫做系统性的训练的时间 比如说系统性训练就是 比如说我参加足球队啊 或者是跟爸爸一起打棒球啊 就是那如果你孩子 已经有达到这样的运动量 那也许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说 真的他的肌肉比较结实 那这个是 但是要测量不容易啦 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替我自己问的 所以到底那个刚刚你们讲的 这些身体的一些伤害 是从过重85%就开始有 还是要到肥胖95%以上才开始有 因为我的小孩是91% 那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 其实都是有研究的啦 就是像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 co-host大际四代的研究 他们就追踪这些人 那这些人很不幸 在青年的时候他意外死亡了 那他们就把意外死亡 他们就死亡 因为你参加这个研究嘛 那我们就说那我们你死亡 那我们参加这个研究 我们就做这个解剖 然后他们就看他们的主动脉 跟他们的冠状动脉 其实都已经有早期的这个 周状硬化的一些小孩 动脉硬化的硬性病 对 他们把他这些危险因子 做一些校正 什么胆固醇 然后还有什么高血 这些做了校正以后 发现把这些危险因子 全部都去掉以后 小时候的肥胖这件事情 就已经是一个单独的危险因子 还是大家一起努力吧 好不好 对啊 刚丁医师讲是身体上面的 这个病发症 或是有害 有研究显示 就是大概六岁的孩子 到开始上学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是胖的小朋友 对 他就你问他 他说可能家长觉得 你OK 你正常 但你问他 他自己会说 我是胖的 那就是从同侪 或从环境 同学 恶劣的同学 跟他讲说 你怎样 那其实这个就会有开始影响 到一些心理上面的层面 或是自卑 有些还会有些陷入 这个瘸丧 这个沮丧 这种状况 所以不只说生理的行为 其实在社交上面 还也是有些压力会出现 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 好难喔 又要让他 这个吃健康食物多动 又不能让他知道他是胖子 好 所以我们今天借由这个 翔翔 飞飞跟翔翔的妈妈 来告诉我们很多有关小朋友 稍微体重上面 有一些困扰的一些故事 我们得到好几个结论了 比如说当你已经欲望来袭 想要喝饮料的时候 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对 这个米浆 豆浆 或是绿豆汤等等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知道 小时候胖 真的长大 胖的几率就很高 我们现在儿童的时候 就应该解决 那也解决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喂母奶的宝宝 前面一开始长得大肢 没有关系 之后正常健康饮食 他慢慢就会瘦下来 好不好 那也希望各位 今天有得到很大的收获 如果各位家里有 0到18岁的孩子 有身心理上的问题 想要参加爱加好医生的录影 也都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没有一个人的大脑 是自动自发会想要去改变的 大脑都希望维持现状 所以当我们觉得 有一些目标很遥远 好像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先想想看 我们没有必要一步登天 就像开车换挡一样 我们先设一档 达到那个目标 也许只有一步之遥 再换二档 再换三档 总有一天 只要我们改变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希望得到的果实 就在不远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